吉安乡扶山路13号凌晨发生一起铁皮仓库大火 猛烈的火势将二楼延烧到坍塌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损失约250万元 花莲消防局指出火警发生后 调派吉安及花莲市的消防队前往支援 过程中一度因为现场水源不足 抽取灌溉水来灭火 幸好家派寿风分队水箱车前来支援 熊熊烈火吞噬民宅 一旁还不断有碎屑掉落 消防员往屋内灌水就怕火势持续延烧 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现场为二楼的储存仓库 那到达现场时现场已全面燃烧 那我们是以防护的方式进行水线的部署 13号晚上12点多 花莲吉安乡一处铁皮仓库发生火警 警消到场时现场已经全面燃烧 就连屋内唯一的楼梯也烧到倒塌 消防员赶紧从外部架梯包围四周超火源灌水 索性成功控制火势后住户全数脱困 你没担这边 你是站着电位出来的 我这里是叫我的 说什么钱 有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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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时候已经有钱了 你来的时候已经有钱了 就已经是这样 里面有什么东西 大家都有什么东西 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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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啊 业主实在毫无奈 心血就这样被烧个金光 不过还好住在里头的太太及家人 总共6人全数脱困 根据了解铁皮建筑大约250瓶 主要存放民生用品供应给花莲的超商 警销出动7个分队 在凌晨2点半扑灭火势 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在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余品杰华联报导